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盛顿邮报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预料很快将会取消前总统川普对来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部分关税 拜登政府对中国主张取消关税的一方 希望让美国通膨降棍 而赠承维持的一方则希望借此持续对北京施加紧急压力 由于两方政策目标的角力 让拜登政府先前迟迟无法做出决定 华盛顿邮报一述消息人士表示 拜登最近几个礼拜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 可能会在本周公布决定 取消关税的商品可能包含服饰跟学习用品等消费性的商品 并且将推动更广大的框架 允许进口商申请关税豁免 据了解 美国贸易代表属目前正在对川普时代关税政策 进行四年一度的强制检讨 一级人士可以提供意见的时间将在7月5号截止 美国官员跟贸易专家表示 拜登在决策过程之中 迟迟受到来自政府内部 以及包含业界 劳工界跟议员等 外部力量不同意见的施压 导致申部取消关税的计划一言再言 这也反映出政府内部对中国商品课征关税的看法严重分歧 在拜登政府的内阁官员之中 财政部长叶伦曾经表示 关税拖累经济 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重新调整关税以对抗通货膨胀 他还说若干关税并不具战略代表性 也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不公平的贸易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认为 美国对中国货品加征关税是制衡北京的关键因素 希望关税可以结合其他手段来对中国施压 也希望可以借此改变中国对企业以及劳工造成不利的贸易措施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7月4号在北京清华大学主办的 中国政府资助的《世界和平论坛》上 行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世界秩序最大的威胁 并且呼吁中国外交部停止散布俄国口中的谎言 这是美国驻华最高外交官少见直接跟公开的责难 并且跟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利索夫展开激烈交锋 纵横媒体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由清华大学主办的 外交学会协办的第十季《世界和平论坛》之中表示 俄罗斯发动的队伍战争是对全世界秩序最大的威胁 希望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们可以停止重复指责北约组织 为战争负责的俄罗斯宣传 伯恩斯在发言的时候 他的左边坐着英国跟法国大使 右边坐着一位中国政府的个问跟俄国大使 这是俄国二月底发动队伍战争之后 美国俄国驻中国大使首度在同一个场合现身 这场小组讨论是由联合国安理会 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展开讨论的 三位西方国家大使都批评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 伯恩斯先是重申总统拜登所说的 北京应该避免协助俄罗斯推动战争 之后直接点名炮轰 中国外交部协助俄国散布虚假讯息 伯恩斯表示他希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们 停止指控北约挑起这场战争 并且停止指控美国在乌克兰建造生物实验室 而且这些说法都来自俄罗斯 结果却很不幸的被中国照本宣科 据了解这是美国驻华大使少见 直接跟公开谴责中国 英国驻中国大使吴洛兰 以及法国驻中国大使罗良也提出类似看法 俄罗斯驻华大使经理所负责当场反驳表示 北约透过五次扩张挑衅俄罗斯的行为 并且指控联合国是以破坏世界和平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双方罕见展开的外交辩论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表示 一贯散布虚假讯息跟谎言的是 美方的有关官员不是中国 并且强调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 跟事费取指来出发 独立自主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中国经济陷入停滞 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为 龙枯三大指标的克强指数 用电量、铁路、货运量以及银行贷款 目前除了银行贷款之外的两大指标 六月以来都沉寂下降 反映出中国经济面对挑战 同时中国因为疫情冲击经济 也导致供应链下降 供应链断供的问题 江西间养猪厂竟然因为 饲料短缺的问题出现猪吃猪的现象 中国国务院物流保通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今天发布监测数据表示 在录运方面7月3号 单日中国全国铁路货运量为1033万吨 就请一天下降0.43% 幅度不大 但是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量 590.21万辆 却就请一天奏减12.04% 至于用电量方面 中国国家能源局6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 5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减少1.3% 是今年以来全社会用电量 单月第二次出现衰退 也是继4月份之后 连续两个月出现下降 由于疫情导致大规模风控跟企业停工停产 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速 今年有所放缓 中国政府已经公布一系列刺激政策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依旧表示 只要经济依旧可能面对新的风控 中国政府设定的2022年 大概5.5%增长目标 就不太可能实现 卫国华街日报分析 中国经济放缓 反而可能会抑制全球通膨压力 而在此同时 中国各地近期因为 欧默国变种病毒的疫情 以及风控 加上中共总书记 邢平坚持清零政策 各地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 导致许多行业出现供应链断裂的问题 其中由于饲料供应链的断裂 江西一个洋猪厂超过一个星期 没有饲料 甚至出现猪吃粗的现象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曾经在6月下旬发出通知 提倡同业参与中国国务院 发起的保工保畅文厂复产的活动 不过显然相关活动 无法在短时间之内获得改善 中国上海市4号中午发生男子挥刀砍能事件 一对消息表示 行凶者是无差别砍能事件 引起网友乐意 不过稍后警方表示 59岁的凶嫌已经被逮捕 疑似是跟雇主又纠纷而行凶 伤者均无生命危险 网络流传的照片也显示 有躺在单架上的伤者血迹斑斑 地面上还有大片血迹 综合媒体报导 事发时间在4号中午12点20分左右 事发定点在上海南京东路商圈的招商局广场 有人挥刀伤人 传言表示这名凶嫌是无差别砍人 有三四个路人受伤 上海市公安局接获报案之后 表示民警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 控制了59岁的高姓凶嫌 据了解他初步向警方表示 他跟原工作单位有矛盾纠纷 协商不成 因此才拿着随身携带的水果刀伤人 上海警方表示 伤者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还在调查案件详情 网络上也流传出疑似 嫌犯被打的画面 可以看见 被压制在地上的嫌犯 不断的大吼大叫 说公司没有任何问题 就剥夺他工作的权利 另外有网友表示 此事件跟上海电视台有关 该名嫌犯疑似之前 就是上海电视台的员工 而遭到攻击的人 疑似也是电视台员工 有知情人士表示 上海电视台近期在裁员 不少网友感叹 最近太多人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 几年前故宫研究员 卷入张大千化作案 北京市检察院日前裁定 原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认为原审被告人曹成刚核心 构成合同诈骗罪无法排除 合理怀疑 经济观察报指出 此前2015年从事古董策划交易 多年买卖的曹成刚 以及故宫博物院 器物部的研究人员核心 转入一宗金额达到 1000万元人民币的张大千化作案 2016年12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曹成刚犯合同诈骗罪 初12年有期徒刑 罚金50万 核心有期徒刑7年 罚金20万 不过在这个交易金额 达到1000万元的案件之中 办案机关没有查出 曹成刚从中获取的分文 而核心只收到 曹成刚给予的1万元鉴定费用 一审之后 曹成刚跟核心不服判决 提出上诉 2018年4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驳回曹成刚核心上诉 维持原判 直到4年之后的2022年6月 北京市检察院 却彻底改变立场 曹成刚的弟弟曹雄刚 告诉经济观察网的记者 日前他收到来自 北京市检察院发给他的 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 指出原审裁判判决 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认定原审被告人 曹成刚核心 构成合同诈骗罪 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目前外界在关注 北京市检察院建议在审 是否又会改变两人的命运 报导指出2015年 一名古董收藏家康蒙 向北京警方报案表示 他在2009年解释了一名叫张炎玉的女子 他当时提起手里有一幅张大千和花图的真机 经过多年联系跟交涉 2013年张炎玉提供一份北京文物界定中心的鉴定书 证明该画作是张大千的真机 随后两个人为这幅画签订的合同价格为1000万人民币 不料在过了一年多之后 康某向警方报案表示 之后许多专家认为这幅画有问题 他也经过查证 发现根本没有北京文物鉴定中心这个单位 他另外找了其他单位来鉴定 结果指出是仿冒作品 不过最了解张炎玉已经逃离中国 康某表示 参与这起诈骗案件的还有曹成刚以及何欣 不过不管是公安侦查阶段 还是进入检察院跟法院的阶段 曹成刚始终表示自己是无罪的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张炎玉跟康某的交易 对于两个人完成画作交易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至于他支付1万元鉴定费给何欣的事情 曹成刚表示 这是他原本希望自己购买到这幅画之后 再附加鉴定书 以便日后可以加价转售给他人 值得一提的是 不管是警方还是检方 在张炎玉跟康某 这项高达1000万元的画作交易里面 都没有查取到曹成刚从里面有获利分文 而核心也仅仅是收到1万元的鉴定费报酬 并且这1万元还是由曹成刚支付的 此外2015年1月 康某向警方报案时提交的核心出具的鉴定书为复印件 没有提交原件 而且该复印件跟曹成刚持有的鉴定证明书 原件照片 露眼就可以看见清明处存在明显差异 至于核心 他承认北京文物鉴定中心是他瞎掰的 公章则是在美术馆附近 一处路边摊花了300元雕刻的 不过他开庭时表示 自己确定该幅画是张大千的真机 此外由于画作在康某手里有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把短人提供的报案材料 以及他后来表示自己送检到相关艺术鉴定中心 出具的鉴定材料里面 所标注的画作尺寸都跟原先的完全不同 曹成刚的律师因此认为 无法排除交易画作被调包的可能性 而在案件发生之后 曹成刚的弟弟曹成刚远赴洛杉矶 跟张颜玉会谈六个多小时 张颜玉在录音剧中表示 他出售给康某的画作 确定是张大千的真机 他还说自己多年以来疫情的许多专家鉴定过 案件经过多次审判之后 时至2022年 北京市检察院一改先前立场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发出再审检查经历书 建议北京市高院对这个案件 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究竟曹成刚跟核心的命运是否会因此改变 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日本媒体引述中国外交界消息人士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6月15号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 曾经邀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不过习近平当时以中国防疫措施为由 表示近期很难访问俄罗斯 婉拒普京的邀请 日本独卖新闻报导 普京2月4号出席北京冬奥开幕议事 并且跟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会后双方联合声明之中 更提到中俄合作没有上线 不过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中俄两国在合作上面出现差距 而随着入侵时间的延长 两国都试图打破国际独立 报导举出依照外交礼仪 如今习近平回应访问俄罗斯是应该的 但是在今年底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习近平正在力求国内环境 跟外部环境的稳定 外界预料他将不寻常的连任 第三个中共总书记任情 至于俄罗斯的考量方面 报导提到 普京似乎是希望借由习近平的到访 避免进一步加深跟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冲突 否则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压力将持续飙升 报导表示 习近平从2020年1月疫情爆发之后 并没有在出国访问 只有在今年6月30号到7月1号期间 前往香港出席主权移交 25周年庆祝活动 不过依旧选择留在深圳过夜 由于目前是中国政治敏感期 这些措施被认为是出自于安全考量 包含染疫风险